好 他比較害羞啦 不好意思 沒有沒有 他直接說我們就是要親啊 我們就是要親 當然是他自己親了 我怎麼可能會要跟他親啊 這有點為難 很為難 害羞啦 他是害羞 然後我是想說 因為小時候呢 從幾年出生 我跟我先生 我們一起就是說 只要小孩子要出門啊 或者偶爾我們都會親親跟抱抱 那自從呢 他們開始青春期變少女之後 就很少有這樣子 親親抱抱的這個動作 那所以我都很珍惜 我跟我女兒相處的時間 是一個媽媽對女兒的愛這樣子 沒有沒有 他直接說我們就是要親啊 然後我們就是要親 就好吧也只能這樣啊 沒有 沒有怎麼可能 沒有怎麼可能 對啊我們連彩排的時候都沒有 彩排的時候他都很害羞 他讓我親他的臉頰 也沒有親他的嘴巴 他就是比我穿要辣一點 他就是嫌我不夠 嫌我不夠 拿這裡要加那裡要幹嘛什麼 你現在有男朋友 沒有 沒有追追嗎 我不知道 你會管嗎 蛤 我不會 我不會 因為我跟我先生都有一個非常 那是我先生比較 open一點 他說 小孩子 因為在這個年紀 交男朋友算正常 但是如果交了男朋友 一定要帶回家來給爸媽看 對 這個是一定要的 然後爸媽先過濾一下這樣子 那就是我本來就是覺得 以前就說 大概要二十幾歲才能夠交男朋友 但是我覺得就是一切隨緣 但現在目前都是沒有 就我也覺得 他自己要把課業先 先疏搖讀好 我覺得有知識 然後你再有才華 然後再多學一點東西 是對你有幫助的 所以我覺得讀書是很重要 最好是有一技之長 未來你就不用擔心你的生活 爸媽也不需要你來養這樣子 你自己把自己照顧好 對爸爸媽媽來講 就是最好的孝順